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请大家帮我们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您的支持 是我们持续做好节目的动力哦 回到二月份 这个月呢 是农历新年的月份了 整个心象来看呢 我们将会遇到二月旌旗 基本上来讲 二十一号开始 事情才会慢慢的渐入佳境 你一定很好奇想问我为什么 因为这个月啊 有三个重量级的心象出现 第一个 二十一号之前 水星都处于逆行的状态 所以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沟通啦 交通啦 买卖啊 特别容易出现 拖延 反复 节外生枝 或者是出错要修改的状况 所以自然计划赶不上变化 第二个 2021年呢 其实全年啊 土星跟天王星都形成不对盘 不和谐的角度 偏偏偏呢 二月十九号啊之前 土星跟天王星的这种冲突能量 来到一个极高峰的状态 所以很多的事情都会出现震荡 特别是土星代表的是传统秩序还有权威 那么天王星代表的是非传统 个人化革命以及新的秩序 所以我们会看到星就两股力量的拉扯 再来第三点 一样是十九号之前 太阳跟水星金星木星 还有刚才说的土星啊 都呆在水瓶座 五星连珠啊 那么在十号到十二号这三天 更重要的是月亮也进水瓶座了 所以水瓶座的群星力量非常强大 就会强调这个所谓的民主啦 人权啦 或者是为了进步的绝对真理 但是呢 火星跟天王星也在金牛座 跟这一群星群呢 形成对峙的角度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二月份 很多事情呢 我们可能是不得不做 或者是呢 必须要抗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组天象带给我们的就是呢 可能出发点是很民主的 利益良善的 但是未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哦 这就是所谓的二月经期啊 那么回到了个别运势星座 来看的话呢 这个月星座的运势请参考 上升星座跟太阳星座 在感情运势上面 我们要先恭喜 狮子座 水瓶座 以及天秤座的朋友啊 你们桃花朵朵开 特别容易在这个月 有恋爱 结婚 怀孕生子的好消息哦 不过要注意一点 因为水星逆行的影响 你们比较容易呢 遇到旧爱新欢同时出现 或者是呢 那在做某些决定的时候呢 有过往的感情包袱 当然也隐藏着可能有远距的问题 同时 室座跟水瓶座朋友呢 可能也要面对 长辈啊 或传统的声音的一些干扰 所以你们必须要 耐心的做决定 再来看到事业运势 这个月啊 是属于金牛座 处女座 以及双子座的天下咯 金牛座朋友呢 现在的事业运势啊 处于步步高升的局面 但是这个月 很容易遇到很多的问题 需要解决 努力之余 我会建议你啊 跟你要好好的经营你的社会形象 争取长官高层或是父母的支持 这样你会更为顺利 那么处女座朋友呢 这个月有一种 势必公亲的状况哦 因为呢 在你工作的环境内容 同事下属的关系里面 往往出现很多问题 你呢 不但要忙于工作 也要帮忙解决啊 有一种救火大队的精神 但是呢 我会建议你 要好好的养成你的健康 一样的习惯 良好的生活作息 才能够帮助你 让自己的顺利的状况 一直持续下去 最后来看到双子座了哦 双子座朋友呢 其实2021年的事业运势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月 你会感觉到 有那么一点点 雷声大与点小的状况 没关系 你需要的只是等待 等到水晋逆行结束之后 你会发现 一切就会有波云渐日 越来越顺的状况哦 再来我们看到财运 摩羯座朋友呢 这个月最受财神爷的青睐 就能够财源广进啊 我们要恭喜你 而另外一个很好运的是巨蟹座 巨蟹座呢 这个月有很好的偏财运 所以呢 特别能够透过合资合伙 或是别人帮助来赚钱 摩羯座跟巨蟹座这两个星座啊 绝对是我们过年排桌上最难缠的对手啊 不是我们穿一条红内裤就那么容易轻易的对付咯 那么再来看天蝎座 天蝎座呢 这个月很容易啊 经手跟家人房地产有关的财务事情 比方说买卖房地产咯 穿房房子咯 帮家人解决一些财务的问题咯 所以你处理的这个金钱事情上呢 赚钱跟赔钱的潜在空间 也会比其他星座来得大 你要稍微谨慎小心一点 最后我们来看到人际运势啊 人际关系上面呢 巫羊座这个月是社交宠儿啊 特别呢 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吃得开 所以如果你能够选对朋友 这个月的好运啊 将会如虎添翼 而社首座呢 这个月有一种安定安心的感觉 因为呢 你的生活圈里 主要都是跟父母啊 手足啊 同学同事 比较亲密的人互动 而这个月有很多时间相处跟讨论 所以你们感情也会变得更好 同时我也会建议你们 可以一起来讨论看看 今年大家可以一起做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学什么新的东西 你的未来会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最后呢 聊到了双鱼座 双鱼座呢 二月份你可能会觉得 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啊 但是我会建议你要好好把握 过年期间啊 去拜访啊 联络朋友 因为 二十五号开始 金星就会进入双鱼座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你的爱情运势就会走扬 而且呢 会有更多贵人跟合作的机会到来 值得好好把握 以上呢 就是我们二月份运势的分享咯 最后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别忘了 休息 以及玩乐 我们才能够走更长远的路哦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个月